是不是釣礦不好 還是沒有瞎底 我們李大 李大說 如果這邊好釣的話 一個小時基本上成績就會還不錯 來看一下 我一個小時釣幾隻 欸 喔我釣 我是劉鑫 您看見 耶 大家好 我是阿正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到了高雄 那其實高雄呢 我一直很想要吃一間店叫做丹丹漢堡 那我們今天終於如願以償 來到丹丹漢堡 卡卡 妳說妳想要吃幾號餐 8號 欸 它這邊好像 還不能內用 那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 買一買上車吃 好不好 我們先點餐 要點什麼 這邊也可以看喔 好 一個9號 一個8號 這樣就來了嗎 對 好特別喔 你看 漢堡加麵線羹 這是你的 我的是豬排堡加雞肉羹 好像中式跟西式結合的感覺 對啊 就跟那個Apple Pen一樣 蛤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我們等一下就拿一拿回車上吃啊 然後吃完之後我們再去下一個地方 因為今天這次來高雄其實也是想說要找一下我這個頻道會員的 護衛隊長 他們也是就是很支持我啊 然後說過完年有空 然後就來 下來南部走走 其實我們這一兩個禮拜 桃園都是處處於在一個 陰天跟下雨天的狀況 那其實我們下來南部之後很明顯感受到氣溫的差異 那我們等餐 上車 吃飯 你可以講個話嗎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拿出來一下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羹 這什麼羹 什麼羹 我也不知道 旁邊有寫 真的 這個 這杯又喝的吧 咖啡牛奶 還蠻豐富的耶 為什麼還在車屁股吃飯呢 這麼多東西我們前面怎麼放一下 也是啦 我們就客男一下 OK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羹 那這是我的 你怎麼知道 這什麼羹 什麼羹 我也不知道 旁邊有寫 為什麼我都會 哎呦 這機要的 對啊 吃啊 待會要去哪裡 待會 待會再講 好吧 OK 好啦 我們現在吃飽喝足了 那我們今天 帶大家來看到這個 冷武東區 釣具 那這邊 他釣具店這邊 這間釣具店 我也是沒有來過的 然後也是後面 有跟我一起配合 然後 因為我這邊 我的鬼才 來看這邊賣的還不錯 他想說 啊沒有來過 然後 這邊老闆也很熱情的 邀請我來 他們店裡走走 帶大家來 參觀一下 這間釣具店 好不好 走吧 我們進去 看看這間釣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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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開竿了 然後那天的蝦子都大概 比這個再大一點 比這個再大一點 哇 產地有差耶 我們多享受一下這個 你就不跳 再跳一下 真的是 我們李大他釣下來比較 休閒佛系一點 我是屬於比較 晶晶夜夜行 這隻找到的 這隻他就在這邊 我就蹦蹦蹦蹦蹦到上來 你看 這個算 在我們那邊大隻的耶 我們那邊算公蝦了吧 你那是 李大這個大小在我們那邊 是公蝦的大小 這個在我們這邊就是 這是補的啊 有時候還去 這是補的啊 有時候比這個小一點 釣上去就說 幹今天怎麼那麼小 釣太小被我們釣客罵了 對啊 有時候釣上那種 再小一點就說 這在幹嘛 賣個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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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噴 這隻也很大隻耶 但是 我剛才燒找的時候 我看他們做前面的 釣況有沒有很好啊 那就是今天釣況不好 那就是今天釣況不好 是不是釣況不好還是沒有蝦底 如果你看老一代的 都會在那個角落 抄匣子 如果小路也沒有在抄 那今天就不好 那個角 大家看門口的那個角落 門口的那個角落 那時候下來的時候 那個我們在地人 太子哥也有說 那邊位置比較好 我釣了兩隻蝦 厲害了吧 我們今天真的是釣況不假 然後我們李大說 如果這邊好釣的話 一個小時基本上成績就會還不錯 所以我們兩個決定 釣一個小時就好 然後 來吃他們這邊的熱場 我們釣一個小時 釣一個小時 我釣幾隻 我等一下看一下 我看一下好了 我看一下我釣幾隻 大家看一下 我一個小時釣幾隻 我看一下 我一定要七隻欸 那就可以了啊 其實這個池子就是 我一定要七隻 這樣有幾個 對啊 我一定要七隻欸 我一定要七隻欸 這樣有幾個 幾個 好我們等一下吃飯見 我一定要七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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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我们现在吃完饭回到饭店 那先感谢就是李大帅今天招待我们吃的晚餐 很开心就是第一次可以跟他这样钓虾 那今天其实我们来到这间明星第二场 他的跟我之前去的 今天去哪里的这个评分的这个标准 几个点啊第一 他没有停车场 但是他的旁边有一个收费停车场 那每半个小时是25块在我们今天去的这个时间 就是下午5点过后到晚上12点是半个小时25块 等于一个小时50块 然后这停车场交通的部分 我觉得给3.5颗星吧 因为毕竟他是要收费的 虽然是有停车场但是毕竟是要收费的 因为我们今天你看我们到一间下场消费完以后 我们停车的部分还要收费 这是觉得我觉得扣个0.5分的原因 但是他在位于市区啊去 要有停车场其实也比较难一点 那第二点第二点是他的价量跟他的价钱 他的价量跟他的价钱 我这样子看啊他的价量好像没有到一干半斤 因为他价量一个小时是200 第二个小时190 因为我前阵子有到台中掉虾 已经快要等同于台中的价钱 那结果他的价量好像是没有到一干半斤 因为他放下是拿那个捞网 捞着虾子 不是用水桶捞着虾子 然后直接放下去吃里面 我这样看还是没有到一干半斤的感觉 因为他也没有做蹭虾这个动作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客人都是希望说 掉虾场门再放虾的时候 可以先蹭给他看 蹭完之后再丢下去 第一这是一个彼此顾客跟老板之间取得信任的一个小动作 就今天你标榜可能一干半斤 你蹭给我们看 你的确是有放到一干半斤的虾量 这个部分我可能只能给 也是给3.5颗星 第三个呢 是这个下场环境跟工作人员 其实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就觉得中规中矩 我觉得下场环境毕竟他没有门口 也没有铁卷门 他是完全通风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相信冬天会非常寒冷 那夏天可能有点热 有点热好不好 那这个部分我给4颗星 那总和下来呢我可能就只能给3.5颗星吧 就不能再多紧绷 就这样 因为讲实在这停车还要收费 算是我出来钓这么多场今天去哪里 探索这个未知的钓鱼场影片里面 好像是唯一一间我停车要收费的一间钓鱼场 那他的下量也的确是没有到一干半斤 我这样看是没有了 然后 嗯 的确是就是 下量跟价钱 我是觉得有点不宜 不是说到非常的 优秀 快已经快到中部的价格 但是我们中部 台中地区基本上都是一干半斤的下量 但是他已经快要接近 所以我才会给他做一点点那个小小的扣分 在地人们高雄人们先不要骂我 不要骂我是以一个就是跑片 就是基本上北中南台湾钓鱼场都钓过的 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评分 这是我个人的评分好不好 我绝对不是说对这个钓鱼场有意见 我是总和就是我钓过这么多件钓鱼场以来 来综合这三个点 来对这间鱼场做一个小评分这样 好那希望今天今天去哪里 他的影片大家喜欢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你就收到我每次直播的推播通知 还有上新影片通知哦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睡觉晚安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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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